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明寺的来国老和尚 徐云老和尚 像四教的 提前老法师 还有五教的 这些大德时候 以前都在那中南山 有个大茅棚 叫大茅棚 在那山里头就是修道的 大家供养 供养的时候就送到山里头去 他们在山顶上那样吃酸什么的都不要发愁 有人去送 你要问什么姻缘呢 那就是他修行 第一个 那么有两个老修行 在山里头修行 修行修了这么一二十年了 中间又就一位的道友动了面了 他现在又起念头 这修行这么长时间了 简直是 是不是搞错了 修行的路子不对 他说 下山来到戈壁地方 找找山之神 重新呢 问问这个方法 修行要的方法呢 就是求师仿道 到处去找老师 就是这个含义了 那他那个道友呢 功力就高一点 说你不要动心 一动心了嘛 那意思就是修道就占耐了 就麻烦了 那这个道友不听了 他一动念了就 咱们也设定了 你要念头一动 再想停下来 很难了 就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就走了 从中南山下来 后来他到了铜关这个地方 陕西铜关大家都知道了 走到一个乡间的地方 那地方也没什么庙 停得很晚了 就住一个客房里头 客家 他在山上修行的功力还是有了 走得很累了 他就一静坐 一静坐就入定 这个大家都会知道的 入定 入定了 这个店老板不知道 他入定了 第二天看那个和人还是在那坐着呢 也不瞪 可能他太疲劳了 就没管他 隔来一天一夜 他还是能坐着 哎呀 这店老板说这个人怎么了 就拿手摄他 有气没气 没气了 哎呀 说他死了 那和尚也没有录信卷说 找谁去啊 哪来的也不知道 那是也不登记啊 也不知道 那就是没人管嘛 他就烧了 这一烧了可就麻烦了 什么完了呢 长所说的闹鬼吧 天天晚上一到人静了 就来喊来了 哎 我在哪里啊 找他的私体 找他的 他定回来 定是神时了 他神时就出去了 再回来 又体没有了 给他烧了 火化了 天天这么寒呢 那这店谁还敢坐 我没人敢坐了 闹鬼了就是 那么这个通关嘛 离是中南山还是没远了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店里头 死了一个和尚 这和尚死了之后啊 麻烦了 就在这个周围就闹 也没害人了 就天天喊我在哪里 他那个道友在山寺道里啊 就知道了 也听说了 传到他 哎呀 他说我道友遇难了 遇难了就是 那身体也被人烧了 不是害的 你不是人家害他 你下来找他 找他 你也到这个店里头 故意找他 到这个店里头 跟店老板说 我听说你这个店里头 有个和尚在那中长 说什么 你把他给烧了 他说死了 不能不烧他呀 他说他没死啊 什么和尚 用功夫 他入店 你给他烧了 你不该把他烧啊 他说那已经烧了 怎么办 他说我不是告你们 也不是给你们打官司 说你呀 咱有个条件 你给我预备一个大缸 大缸 装上一缸水 家老板说 这个容易了 这个容易了 我再给我预备一个木材 皮材 木材 给我堆在那儿 他说到晚上时候 我叫你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店老板很高兴啊 说我把这鬼给你烧了 你生意还可以照样做 鬼就不闹了 店老板就答案他这个条件 一到夜间人定了 那个 他说你把那对皮材呀 给我点着 就变大火堆了 这鬼要来闹来了 他那通常要来闹来了 他就喊 我在哪里 他这个大佬说 在那个大水里头 他道水里头叫人 还没有啊 在那火堆里头 他说到火堆里去找 还是没有啊 他说你 入水不淹 到水里淹不到你 到火里头不烧你不分 入水不淹 入火不分 他那道友就开悟了 他那道友就开悟了 做了鬼情道了 开了我 入水不淹 入火不分 我们修道者 现身修成练 无我 在你修音的时候 你能这样修 到你敢果的时候 自言无障难 在我们这个五代三高峰庙参寺 大家知道 有时候说高庙峰 有时候高峰庙 他也是在修殿 他寿命禁了 寿命禁了 这黑白二使就来了 元罗王的使臣就来了 抓他了 到三里 到五代三说 没有 找不到了 高峰庙也找不到了 高庙峰也找不到 高峰庙高峰高峰 高庙峰是一个人 有的他记载叫高峰庙 有的记载叫高峰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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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着这个鬼使 就找着这个土地 土地说他现在入定了 入定了就是和尚修道的 入了功夫了 他把幼体没有了 没有了 说他是不是完全成道了 说他还有贪奈 他什么贪奈呢 他有皇上赐给他一个波 咱们的皇上赐给他 不论什么赐给他 都叫子鸡脑波 就子鸡脑 什么叫波呢 就是波多罗 波多罗嘛 就是现在我们吃饭的饭碗 就叫波 我们和尚都叫波 波就是饭碗 现在有些道友还用波 我们在底个弟子道友都用波 就授戒的时候发你个波嘛 就是佛制 他说他对这个还没放下 有时候他会看很喜欢 小鬼又逮他把兵了 就靠他这个波 还一靠看他在那坐着 大坐着 小鬼就拿锁链子一锁就不得锁上了 高福庙禅师一看 他知道了 寿命见了 鬼使来了 他说您怎么我逮到的 哎呀 他说你假修行 不是真修行 你还要贪耐心呢 有一面贪耐心 你走不了 没靠这个你出来了 高福庙禅师一看 我还有贪耐心 他说他说 您把我带到了 把我锁上了 他说你给我再看看吧 小鬼啊 可以给你看看 反正跑不了了 把你锁上 就把那波给他 他把波接到手 爬往地一扣 把他一摔 没有了 一看人也没有了 贪耐断了 贪耐断了 他就 就算一定贪耐心了 一断 他恢复原状 带不到了 小所一带带链子 空了 这些高门禅说的记者啊 要拿老神高妙峰 除非铁锁锁虚空 你铁要把虚空拿去 就能把我锁到老 要换锁得虚空去 你要能把虚空锁去了 再拿老神高妙峰 大家在这个地 这个记者怎么样含义呢 咱们懂得呢 这两个是一个 两个故事啊 理上讲是一个 咱们说 咱们讲成佛 说一成一切成 又神即是法神 法报化三神一帖 这虽然是化神 咱们这也是夜报神 夜报神也是化神 只要你修行实话 六个字就解决问题 看破放下自在 那你要看破了 看破什么呢 看在一切住法无常的 住法无我的 就是看破的表现 一切法没有我 不是以我为主 在任何时候 都是把我字当头 不过把我看破了 没有我了 无我也就自在了 常在心经上 观自在 谁能看得破 怎能看得破呢 惯 一个第一个就是惯 神经病 神經病 神经病 神经病